你好,那我们的课程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一讲遗留的这个问题 好,那最后的问题呢,是我们如何观察这个python自这个3.6以来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变化 以及什么呢,我们自python2.0以来有什么新的变化 其实这些新的变化呢,完全在官方文档的第一部分啊,已经为大家描述清楚了 那这里变化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来自2.0以来的全部新的变化 那python2和python3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这个新的变化在这里面就体现的非常明显 好,那这边包括3.10,3.9,3.8等等 好,那这些新的变化呢,大家可以一次去打开 例如我在3.10当中把它打开 好,打开之后的话,那这边大家要注意啊 那这个页面所展示的是3.10相比于3.9的新的变化 那这些新的变化呢,包括我们的新的特性 以及仪器的等等这些功能 那这边每一条完整的这个具体的特性 都是以一个叫做PEP这个方式去进行展开的 那例如我们的这个新的特性PEP618 那像ZIP添加可选的长度检查 当你想要去更详细的去看到这个新的特性的时候 可以去点击 那这样呢,我们就来到关于PEP618 这样一个新的PEP它的一个描述 那这个描述当中的话呢,其实会交代 这个功能之所以添加进python 那它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 那添加进来的时候呢,是用来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呢,我们这个添加进来之后 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去使用的 好,这个呢,是PEP它主要的一些功能 好,那如果呢,我们想要去从3.10找到3.16是吧 那这边我们可以继续往之前的版本去看 好,10到09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那09和08比起来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好,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3.9和我们的这个3.8相比起来 那3.9呢,增加了下面的这些特性 以及呢,通过左侧 你可以看到它有移除的制定的这些特性 好,那通过这样比较呢 相信你找到3.10到3.6之间新的变化并不难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把这个文档继续向后去翻 好,继续向后去翻的时候呢 那这边我们看到 那这边Python2的这个版本 最新的是Python2.7 那这边当你去看3.0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的3.0和Python2之间的一个变化 好,那这边 例如我们的Python2和Python3 那这边它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这个语义的一个表述方法 是吧,old很new是吧 好,在Python2当中 我们去输出的这些内容Print 它是这样去写的 Print空格 而新的这个Python3的话是什么呢 Print函数 好,那其他的这些功能 我们可以向后依次去找 那相信呢 在左侧你也看到了 那我们的这个语法的变化呀 那这个以及新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啊 那这边不止三条是吧 好,那当你去掌握它之后 那你就知道了 我们怎么能够从一个Python2版本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把它平滑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个Python3当中来 好,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文档当中 关于新的变化啊 这一部分 在解决完我们上一讲的这个问题之后啊 那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去运行我们的这个Python了 好,那我们之前啊 给大家去介绍了 关于说我们Python怎么来去在ID里面进行编写 以及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这个安装包 怎么进行安装 以及呢我们写这个Python的时候 哪些需要我们自己去写 哪些呢 你可以直接借用官方的这些标准库来去实现啊 这些功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真正去落到我们的这个手头上 来去真正编写我们的第一行代码 在我们的第一行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那这个Python呢 是需要去执行我们自己编写的代码的 但是呢 对于Python这个程序啊 和我们在大学的这个计算机课程学习的这个C语言 C++语言 那它其实还有一些区别 所以在运行之前的话呢 那有一个事情啊 是需要先跟大家去明确的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Python的程序的执行过程 好 在执行过程当中啊 我们接触过的这个C语言 C++这类的语言呢 我们叫做编译型语言 好 那这个编译型语言的话 我们说它的执行过程啊 是走的上边的这样一条路 比如说你编写一个程序的原代码 .c结构 .cpp .h .hpp 好 那编写这些原代码之后呢 我们如果想让它变成我们的可执行程序 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 进行一个叫做编译这样的这个动作 好 这个动作呢 会把我们的这个C语言的程序 转换成这个二进制程序 那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Windows也好 或者其他操作系统直接执行起来 而Python呢 它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过程和我们接触过的 这种编译型的这个语言不同 那Python呢 它被称作叫解释型语言 好 那解释型语言的话 我说它运行起来是什么样呢 那这边就像我之前给大家去演示起来的一样 那你的程序啊 再去写一个点Py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那它是经过一个叫做解释器 那它是需要经过一个叫做解释器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它解释器之后呢 输出出来的内容 也不是我们的二进制的程序 是一个叫做自解码 这样的一个代码 好 那这段代码的话呢 我是通过Python的这个虚拟机 来去让它去运行的 那这是什么呢 是我们Python程序 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好 那除了这样去执行呢 我们的Python程序还可以 在我们的这个命令行中端 咱们可以这种叫交互式运行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这个程序啊 还可以经过我们的解释器 直接把它运行起来 你看这个它的执行过程就不一样了 是吧 好 那我们了解这个理论之后呢 那咱们来去再感性的认识它一下 我们呢 来去真正让它执行一下 来帮你去看看 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好 那这里面我们运行的时候 先来拿VSCode 给大家运行我们的这个代码 然后呢 咱们再拿这个Juiter 咱们再拿运行 在这里呢 我们打开VSCode 那依然呢 以我们之前的这个作业啊 Print HelloWorld为例 来给大家看一下 Python程序的这个执行过程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ID当中啊 去写完这个Python的这个程序之后呢 我要将它去保存成一个指定的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们说推荐的扩展名为.ty 这样的一个扩展名 那如果你使用其他的这个扩展名呢 也是可以运行的 那在这里边的话呢 还是为了强调标准化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不要随意去更改这个扩展名 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啊 那这边我们说如果在IDE 我们说它运行起来 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呢 那其实在我们去点击运行的时候啊 一般我们会观察一下 它的这个终端 你发现其实它的运行方式 还是什么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终端来去执行的 所以呢我们说ID 它并没有自带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解释器 而是什么呢 调用了我们之前 去安装好的这个Python解释器 那我们的这个IDE啊 它所执行的整个过程 那其实相当于什么 还是相当于我们通过终端 执行了这样的一条Python的这个命令 好 这边你看到它执行的时候 是执行了Python3 那我这里边的这个Python3的话呢 可以使用杠大写的V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39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去点击这个运行 好 运行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啊 那这个IDE它执行的过程呢 会在终端这里边进行一个显示 好 这个显示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的这个IDE啊 它自己并没有解释我们Python程序的能力 而是我们的IDE啊 依然调用我们之前安装过的这个Python来去执行的 那这里边它想去使用哪一个版本来去运行的时候呢 那这边就直接去使用Python特定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Python的3.9就可以这样去运行了 那如果呢我们不光显示它的版本 我希望这个Python能够执行我们的某一个Python的这个脚本文件 那就直接是Python3.9空格加上这个脚本文件的路径 就相当于运行它了 它的这个原理啊和我们直接在IDE当中点击运行是一样的 那它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后边的过程就相当于我和大家说的 那Python的这个解释器就是它 来去解释我们的这个2.py程序的这个原代码 将它翻译成字解码 那这个字解码呢会在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这个 这个虚拟机当中让它运行 运行出来的话呢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结果 好那除了这样去运行啊 我们的这个Python还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交互式方式的运行 那怎么来进行交互式的方式呢 就是你在运行的时候增加一个参数叫做-i 好增加了这个参数之后啊 我们看程序执行了 那执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程序并没有立即结束 而是出现了三个大约号这样的一个提示符 好这个提示符呢表示你当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Python的解释器环境当中 好那这回啊我们想要执行相应的功能就可以一条一条的逐条执行下来 比如说Print Hello 好那回车之后我们的这个程序 就被执行 好执行完成之后我们看它又进行了一个等待是吧 好那这种模式是不是就是等你输入 输入完成之后它进行一个输出 继续等待 好这种方式是不是你来我往的这个形式 那它叫做Python的交互方式执行 而上边这种呢是什么执行完成之后我的程序自动就退出了 那它就被称作叫非交互方式 好所以说呢我们再去执行这个Python程序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啊那我们使用Python 3.10 比如我执行一个叫Hello.py 那这样执行完呢叫做非交互执行 好那这边加上-i呢叫做交互式执行 那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可以运行我们的这个交门程序 这运行完成之后呢这个非交互式执行 直接返回我们的这个终端 程序自动结束 而这个交互式呢是要一直等着我们来去输入这些命令的 好那相信呢为大家去解释完这个Python的这个执行过程之后 你对Python的这个理解呢又加深了一些 那Python呢和我们的其他编译员不同 它是一个解释型的程序 那它运行的时候呢程序有两种运行方式 那一种呢是运行之后直接返回终端 我们叫做非交互方式 那像我们的IDE呀 我们运行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做交互式的方式 就是运行之后一直等着用户去输入下一条指令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交互式方式 那对于像我们的这个VS Code 其实它属于我们的非交互式执行方式 而我们的这个Jupyter呢 就是一个交互式的这个执行方式 执行完之后呢去一直等待 OK那这边呢我们也运行了自己的第一行代码 叫做Hello Python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请大家在练习当中啊 自己来去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个Hello Python 并且呢要求它在我们的VS Code和我们的Jupyter上面呢 分别来去完成这样的第一条语句的一个输出 这个视频是我们的VS Code和我们的Jupyter